密克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密克本名利亚纳拉斯普廷 她是变种人刚历史的妹妹 也是地狱边境的领主 此外她也是X战警中少有的几个魔法角色之一 在电影《新变种人》中由安雅泰勒乔依视野 她在影片中的角色形象是一个拿着光剑 穿着黑色的长腿美女 知识二 密克在七岁的时候就被恶魔贝拉斯克看中了她的魔法潜力 贝拉斯克打算教她学习魔法 在她成长之后再吸收掉她的魔法力量 后来密克被贝拉斯克带到了地狱边境 地狱边境可以说是某种领域或者空间维度 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各种恶魔和黑魔法 就在这样的世界里密克度过了七年的时间 在这七年里密克学会了贝拉斯克教她的各种黑魔法 成为了一名强大的魔法师 后来他觉醒自身的能力打败了贝拉斯克 成为了地狱边境的心灵主 在统治地狱边境之后密克回到了地球加入了X战警 成为新变种人的一员 知识三 密克手里的光剑名为魂之力人 是他通过冥想利用自己身体里的灵魂之力幻化成为的一把利剑 这把剑会随着召唤出来的次数越多力量就会越强 并且这把剑能给魔法生物造成致命的伤害 可以说是所有魔法生物的克星 另外当密克在地球上召唤出这把魂之力人时 还会同时召唤出魔力铠甲 而魔力铠甲会从他的手臂开始逐渐覆盖全身 知识四 密克是一个精通黑魔法和白魔法的强大法师 而且他的能力还有空间传送以及心灵防御 密克的空间传送能力能够同时开启一个或者多个传送门 帮助自己或者其他人进行空间传送 不同于变种人闪烁和夜行者的传送能力 密克的传送是可以达到跨时间跨维度级别的 而密克的心灵防御能力是天生自带的 可以自动抵御类似X教授这种心灵感应者的心灵入侵 知识五 在电影中密克有一只宠物小火龙 这只小火龙在电影中就曾帮助他一起战斗 但是由于还太小喷出来的火焰并不能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在漫画中密克能够召唤出更加强大的巨兽来帮助他 在漫画《非凡X战警役13》中 就曾召唤出一只火焰九头蛇 知识六 虽然密克的能力在地球上被限制 无法完全发挥出他的真正实力 但是如果是在地狱边境 他的力量可以转化成黑暗之子的形态 甚至可以直接重塑地狱边境 他在地狱边境时的力量强大到能让海拉等多位地狱领主感到害怕 并且密克作为地狱边境的领主 海森两次击败黑暗维度的统治者多玛姆 天龙天神 天狗 天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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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福